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飞帆大探索 我是刘朱华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品尝新住民料理 因为根据移民署的统计 目前台湾有60多万的新住民 他们飘洋过海到台湾来打拼 同一时间也把道地的家乡味带到台湾来 有哪一些超人气的新住民料理呢 首先第一站我们要带您看到 大家都听过拉大提琴的马油油 但是您吃过马油油做的菜吗 新生北路上面有一家印度餐厅 跟演奏家同名的老板就叫做马油油 是印度人 他曾经在五星级饭店做过厨师 两年多前自己开了一家印度餐厅 里头像是用坦都卢烤出来的起司烤饼 外层相当酥脆 里头口感相当的嫩Q 还有印度烤鸡又香又嫩 很多人都说只要尝过一吃难忘 皮肤有黑 轮廓深邃 还理了个光头的 就是这间餐厅的老板马油油 虽然他不作曲也不拉大提琴 一手好菜 五年多前来到台湾 在五星级饭店里当厨师 为了一人创业梦 两年多前自己开店 凭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好手艺 做出口味道地的印度家乡菜 不但让在台湾的印度人 尝了一解相愁 也让台湾人不必大老远飞九个小时 就能品尝到口味最道地的印度菜 这是一个很好的餐厅 一个很好的餐厅 如果没有餐厅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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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餐厅的餐厅就能够得到 尤其是玉尔巴 他自己煮得非常好 我们一到楼下就看到他的厨师 其实印度人觉得说 那真的应该是蛮道地的印度菜 能做出道地的印度菜 不只是因为老板是印度人 还有跟马悠悠一起漂洋过海的坎毒烤炉 是用泥土做成的瓮炉 这是印度经过来的 这个烤炉的话 我们印度每一个地方 你去印度的 印度蛮大的 你去随便的地方就参加这个烤炉都有 最招牌的烤鸡腿肉就是用坦毒炉烤出来的 在烤之前 要先将腌过的鸡腿肉和甜椒串在一起 再放进烤炉里 烤炉里头的木炭烧得火红 炭香味也随之飘散开来 这时炉子的温度约350度 里头充斥着高温空气 烤炉的话是因为这个里面是一个 可以说烤炉的烤炉 它一直在里面 所以我们漏进去的时候 下面的温度跟下面都是大概差不多 没有差很多 茲茲作响的声音象征美味的鸡肉出炉 外皮带着焦香味 里头锁住肉汁 让肉质吃来软嫩不柴 还能感受到浓厚的香料味 沾点薄荷与香菜做成的酱料更加清爽 换上优格与蒜泥口味的酱 吃来更解忧腻 其实第一个它鸡肉很嫩 然后因为它旁边还有那个白色的酱粉沾 吃起来其实味道蛮香醇的 然后因为它还有一种就是香料的味道 所以吃起来跟一般的烤鸡腿 那感觉就不大一样了 同样是用坦鲁鲁烤的起司烤饼 一开始混入香料的面团 要包入大量的起司 撒上海苔粉和芝麻粉 增添颜色与香气 再用手和擀面棍 先后将面团压平 最后还要来个招牌动作 就是拿在手上甩一甩 第一个是因为里面有起司 所以我们压的时候 那个起司全部都一共同 右边 左边 上面里面 都有一样的起司 将饼粘在烤炉边上 等饼皮渐渐膨胀 里头的起司化掉 就成了香气十足的起司烤饼 饼皮的外层口感酥脆 趁热吃 里头一丝一丝的起司 有如丝绸般滑顺 一入口可以瞬间感受到 碳香融合起司的香气 而且越嚼越香 也有客人搭配咖喱一起吃 你是要葱油饼吗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可是里面有东西 起司的味道不是很浓 可是因为你不要很浓的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咖喱的味道已经有很浓 所以你配那个起司 那个是很好的配 吃印度料理不能少的 当然就是咖喱 店家推出了以羊西肉入菜的优格咖喱 羊肉吃来软嫩 没有半点腥味 咖喱酱香浓郁 搭配饭或是烤饼都能越吃越顺口 差不多一样 有的时候有的听到我们家里的家里是的一样 很好妈妈妈住的一样 还有属于主食的海鲜香料饭 可以吃到大块干贝 加入翻红花等香料煮成的米饭 米粒偏长 粒粒分明 印度人最道理的吃法可都是用手抓着吃哦 五六岁就跟着妈妈学做菜 立志做个印度料理的厨师 长大后走遍各个国家 最后选择留在台湾 娶了老婆 落地生根 还是掩不住她对家乡的思念 有的时候我就很想我的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人还有那个料理 可是我觉得我做台湾已经好几年 大概快五六年吧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国家 抱持着厨师梦来到台湾 却意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如今台湾对她来说不再是异乡 而是让她深深感到幸福的一个家